Hello 大家好 大家看看我这身后呢是蚕豆 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呢 是有关于蚕豆的种植 蚕豆呢 红生豆是宝 从底下往下说吧 这个根部 你到时候把蚕豆根挖出来以后 很大的一串那个小柳子 那些呢就是非常好的有机蛋肥 你埋在土里面 可以给你提供非常好的有机蛋肥 还有一点呢 就是冲天了你就不曾经的吃蚕豆叶子 非常浓非常新鲜 去年种蚕豆的时候 菩菜穹里面有些人就提出来 这个蚕豆叶能不能吃 那我是搞一的 我吃这么多年了 你应该是没问题 说完蚕豆根呢 就是蚕豆杆子 等你蚕豆收了以后呢 这个杆子呢 你可以把它搅碎以后埋在地里 给你提供很好的肥料 而且呢 它改变土壤的板结 起到很好的作用 还有一个就最主要的这个蚕豆粒 这个蚕豆粒大家知道 营养非常的丰富 那蚕豆是非常好的植物蛋白 好多人都不敢种蚕豆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蚕豆可以长一种牙虫 叫黑牙虫 如果牙虫经咬过的花呢 到时候这个豆子摘了以后呢 剥开里面豆子都是黑的 没法吃 这个黑色牙虫呢 对蚕豆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们只要了解它的习性的话 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控制 第一个呢就是说要早种 蚕豆非常耐寒 零下十几栋没问题 头一年的秋天把它种了地里 到了五月初呢 五月中旬 随时的要检查 如果发现顶端有这个黑牙虫 及时的要把它去掉 那么还有一个标准 就是说底下就是根底部 如果长了三个豆莢 你就可以开始打顶了 打完顶以后呢 只要它那个黑牙虫 没有寄生的地方 它就不会再生长 普遍中看到的这些蚕豆苗 是去年10月19号播种的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所有的种子都长出了 五到六片叶子 因为蚕豆种子通过 烫种和催芽的处理 所以呢 没有看到缺苗的现象 四月初蚕豆陆陆续续开花了 这是四月十八号 整株蚕豆挂满了花苞 黑牙虫喜欢 群积在刚刚抽搐的嫩芽上 天气转暖后 我会经常仔细地检查 蚕豆腰的顶尖部 在今年的五月六号 不幸地发现了黑牙虫 一定要把花瓣掰开 仔细地检查 千万不能有漏网之余 好多牙虫藏在花瓣底下 为了防止黑牙虫感染到健康的蜘蛛上 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将所有的蚕豆捡去了顶端 也就是说打了顶 今天是2021年的5月25号 看看我这蚕豆 非常的饱 豆粤都很硬的 可以摘得吃了 从底下接上 接这么多层 这是我已经打到顶的 这些小蚕豆呢 估计到了六月底都可以收了 打顶以后 下边的蚕豆有足够的营养 很快就开始成熟了 让我们来简单地总结一下 蚕豆的黑色牙虫繁殖力是非常强的 它们一般穷积在刚刚出出的嫩牙上 耸吸枝叶 使叶片变得萎缩 褪色 蜘蛛变矮 影响蚕豆的发育 产量减少 甚至绝产 最可怕的还是 蚕豆的黑牙虫 可以传播疾病 对于家庭小面积的有机种植 蚕豆黑牙虫的预防和治疗 大约有以下四点 第一呢 就是要及早的播种 在前一年的秋天播种 到第二年牙虫出现前 就已经开始收获 第二点 就是到了五月中上雄 要经常检查蚕豆顶端的嫩牙 如果发现有黑色牙虫出现 要及时地剪去 使牙虫没有生虫之地 第三点呢 就是农民朋友的经验之谈 就是有三个蚕豆夹出现时 栽料还在生长的蚕豆牙间 第四点呢 是用水把牙虫冲掉 或者烹洒一些杀虫剂 我不主张这一点 如果用水把牙虫冲到土壤里 或者其他植物上 就会传播疾病 家庭有机种植应该避免使用杀虫剂 对于蚕豆黑牙虫的预防 我采用第一和第二种方法 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 今天是5月25号 我这个蚕豆已经吃了一栋了 非常好的植物蛋白 营养价值很高的 大家一定要种起来哦 如果我的视频 对您的家庭种植有所帮助 请订阅我的频道 点击右下方的小铃铛 您会及时收到我的更新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